天气热了你想吃什么 我们一直知道这个牌子都是吃这个牌子的虾汤 它这边那个虾个头蛮大 然后这个味道也挺好的 带着电子秤来吃小龙虾 对此我也是福气的 我今天带了一个神器 什么神器呢 就是检验它们到底有差多重的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秤 我们来看一下 阿姨心里面是不是慌了一下 就觉得怎么办呀 一会说的不对怎么办 还有酒后土真言 让我们聊一聊解放杯的哪些事 哈喽大家好 是不是看到我分外的亲切呢 对了天气热的时候我就出现了 是不是很想念我呢 又到夏天了 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了 那对于重庆界的吃货来说 一说到吃小龙虾 大家肯定会很熟悉一个店就叫霸王虾 那你知道霸王虾开新店了吗 这个可能不知道了吧 那你知道霸王虾又出什么新的口味 或者新的菜品吗 我也不知道 这样我先替大家去打探一下 走 霸王虾想必很多人都吃过 这次开新店咱们也来看看品质 有没有跟以前一样好呢 话说来的不光是咱们 也有很多的老顾客呢 老店然后七博那边是吧 然后又吃过来的 反正就是很好吃 然后虾高这些很多 我们一直知道这个牌子 都是吃这个牌子的虾汤 它这边那个虾个头蛮大 然后这个味道也挺好的 就很喜欢到处去吃 然后就说 这里这家霸王虾羊和走面很好吃 你专门慕名而来 老顾客们都说好 把亲戚们都说馋了 但是来探访的他 似乎发现了什么不一样 布总 我发现 你们这家霸王虾的店 和之前我们去到的那家老店 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之前那家会有江湖味一些 要大排档一点 这个的话就感觉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就是怀旧风是吗 是 这个店的这种风格是延续 以前六七十年代那种 大食堂的这种风格 对 是怀旧感比较强的 有一种回到小时候的感觉 你看前面有这个什么新华数店 什么邮局 然后还有什么那个一些老的 一些窗户门框什么的 就非常非常的让我们有这个亲切感 老电影院 邮局 新华数店 不同于一般江湖风格的龙虾馆 怀旧又充满童趣的装修 可是吸引了很多妹子们来拍照呢 不过这些都是其次 你可别忘了咱们来的目的 这小龙虾好不好吃才是最重要的 装修呢是走的这样的一个怀旧风 那我不知道这个小龙虾霸王下的味道 有没有依然传承和延续 我们的那家老店的感觉 我们先来试一下怎么样 好 我们先吃这个吧 比较经典的是吧 你们店的什么口味这个是 这个是香辣口味的 我们叫极品汉黄虾 虾黄挺有营养 也挺干净的 这个肉呢也是非常的厚实 我发现这个味道还是没有变 非常经典的 传统的 香辣小龙虾的感觉 跟之前的霸王虾是一模一样 蛮重的 这个味儿其实还厚重一些 就霸王虾的一个风格吧 味道是很重的 然后是很适合年轻人的一个口味的 是吧 它还有一些回味 然后略带一些的回甜 是 入口的时候呢 除了香 辣 还有回甜 还是一样的配方 一样的味道 重麻辣的复合味 吃到后头还有丝丝的回甜 最符合咱重庆人无辣不欢的喜好了 而且是取头去瞎线 吃起来更加的方便 但是咱可不能这么快就给它好评 就是既然是霸王虾 这个个头 您是稍显得普通了一些呀 就是一般市场上都是这样的个头 我觉得霸王虾不是应该更霸气十足 大个儿一些的吗 是这样的 如果单从个头上来讲呢 我们还有其他这些规格 我们这种规格呢 就是按我们的行画讲的叫 七八九的复合 然后呢我们有更大的一种的这个呢 就是一两二左右的 哦就这个是七八九条的 对对 然后还有大个儿的就是一两二的 对对对对 那所以说你们在这个后厨处理的时候 会有分这样的一个个头 对对对 那我要先去看一下 去看一下你们这个活着的小龙虾 第一个看一下新鲜成熟 第二个是看一下它们的大小对比怎么样 好 我先去看一下 走 还有两种不同尺寸的小龙虾 那必须去看一下了立刻突击后厨 而且似乎静静闷儿还带了什么秘密武器 哎 喵喵 你现在剪的这个就是那个大的霸王虾是吗 哦 是 哎 我看一下它有多大 和小的一个对比 对比的话 哦 那那个铃铃就是小的 哦 还是会大接近一半这个样子啊 就很像是那种母女啊 嗯 不是啊 这个个头真的要大一些耶 这个差不多的话 我觉得应该有我们一个手掌这么长 那个小的话可能就只有一半 或者是三分之二这么大 这个肉的话应该也会要大一半了接近 接近 接近 接近大一半 嗯 接近大一半 重量的话呢 重量也要重一半 也要重一半 我今天带了一个神器 什么神器呢 就是检验它们到底有差多重的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衬 我们来看一下 哈哈哈哈 它一心里面是不是慌了一下 就觉得怎么办呀 一会儿说的不对怎么办 嗯 怕不怕呀 不怕 为什么 因为它绝对很重是不是 嗯 嗯 那行 那我们就先把这个小的放上去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小的小的虾一般 就是我们在市面上一般吃的小龙虾 多重一个 嗯 是四十几克 一点没有 没有 啊 没有 我们平时普通吃的是这么大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霸王虾 这个至尊霸王虾 这一个是多重 来 我们吃一下这个大虾 放上去 好 别动啊 我们来看一下 嗯 有七十几克 七十几的话就是 四四过一 一两四了 一两五了 一两五了 哎呀 真的接近一倍了是吧 是吧 已经翻了一倍了 就是吗 那确实这个 我们从实验检验真知啊 就发现这个确实要大一些 普通的小龙虾都在七八九前左右 而精选的霸王虾 个头都在一两二以上 基本是一倍的重量 而手里的这一只竟然接近一两五 真的是大个头呢 这样的虾个头大肉多 拿来轻震或者冰震是最合适的了 就是刚刚我们看到那个 这个大的虾 这个就是至尊霸王虾是吗 是 这个个头是看来要比 刚刚吃的鸡皮要大 你看 是 一个手掌的大小 是 而且我发现不仅是刚刚我们 剪的那个是 已经是其他的做法了 这个是属于一个整肢的 而且非常新鲜 我就觉得 就是这种虾的话如果不新鲜 吃这种蘸蝶 应该很容易这个会吃到那种异味 所以说我觉得敢做这样的一个蘸蝶吃的一个冰镇小龙虾的话一定会保存新鲜 你看这个冰镇它拨插一下后 整个虾肉比较完整 很劲 对对对对 比较不弹入口 很牛弹这个虾肉 非常地饱满 而且我占这样的一个酸辣酱底啊 很火虫性的口味 再加上又保留了这个虾肉本身的这样的一个香甜的感觉 就是这样其实你白分是可以吃的 吃得到虾肉的甜味 清蒸最能体现品质 好的活虾才能吃出鲜甜 据刚才大厅洗虾的阿姨介绍 每天都要处理四五百斤的虾 工作七八个小时 才能满足大家的口腹呢 所以说你们的霸王虾就是指的这种大块的虾是吗 从霸王虾的含义来讲呢 其实我们说这个霸王虾 从我们理解来讲它还是有几点 就是第一我们的这种食材的这种原产地 比方说就像那个阳城湖大茶屋一样 对不对 你听到这个地方呢 就知道它那的大茶屋好样的 对吧 就像我们湖南湖北这些东亭湖呀 不阳湖这些地方呢 它适合养的这种虾的地方呢 它都是用清水养的 然后就说呢 它的肉质 从卫生程度啊 或从这个肉质的滑满程度啊 等等啊 都比较符合我们的一些 对这种食材的这种要求 霸王虾不仅是虾个头大 还要选用高品质的清水活虾 怪不得每天不到饭点就做满了 而且除了招牌的 还有另一种口味也是B点哟 我觉得这个蒜蓉的还挺不错的 因为如果你吃了很久的这个辣的以后 你会觉得嘴里边有点辣 你加一点蒜蓉的话 它是比较鲜甜的味道 稍微的可以缓解一下辣的口感 味道让我印象最深刻 它不是很辣 但是你吃起来有回味 不是那种吃完就没了那种感觉 就是 新鲜的多 然后那个肉质很紧实的 然后那个沙头那个也很大 就个头都很大的 师弟吃多了重麻辣 来一口咸香的蒜蓉 简直是再好不过了 蒜蓉要做得好 炒得软糯回甜不发苦 可是很难做到的 有了一碗这样的密质蒜蓉做帮手 小龙虾想连壳都做干净好吗 对对对 哇 我觉得这个蒜香呢 其实也是很适合夏天吃 因为蒜嘛 它可以杀菌 而且我觉得蒜香呢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就吃完了这个酱底啊 是可以就是 翻面啊 饭啊什么的 一般我们的蒜香 跟那种香辣口味的 都比较适合翻面 有很多一些吃客 觉得我们这个蒜香 跟这种香辣型的 这种汤汁拌酸面啊 特别特别好吃 很有印象 嗯 我要先吃几个这个蒜香的 这个小龙虾 一会儿的话再继续拌面 隐藏完美食 一定要用吃剩的汤汁拌面 这顿小龙虾才算完整 浓郁的蒜香酱汁裹满了面条 吃再饱都能再来一碗 看下去我觉得它太有食欲了 这个金黄金黄的 哇 这个是我们一般来这吃虾的 顾客的避免 知道吗 要下面条进去 这个口感特别好 嗯 重庆人本来对小面就没有抵抗力 加上这种小面的细面条 裹上这样一个蒜香味 蒜香啊 就是属于你可以大口大口的吃的那种 它不会辣 所以说老少皆宜 个头饱满又新鲜的小龙虾 米质的招牌口味都让人欲罢不能 更何况新店还追加了烧烤和江湖菜 让小龙虾不再单意 怎么样 是不是很想立刻去吃夜宵呢 但是先别着急走 烧烤大咖马上登场 本节目由金玉堂酒独家冠名播出 酒庄精致 打造品质白酒 五粮酿造 古法老教 口感香甜 酿品质酒 做良心酒 金玉堂酒 各位好 我是小光 这里是金玉堂酒后吐真言 喝金玉堂酒看酒后吐真言 本节目由金玉堂酒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要请到的这位呢 我应该叫一声大哥 因为他年纪确实比我大不少 但是呢我觉得提到这位嘉宾呢 我们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基本上看到电视的 都吃过他们家的东西 哪个老板这么牛啊 我们赶快来请到今天的嘉宾 大家好 我是美丽丝的创始人杨兵 我的美食态度是 万转烧烤 从其出心 今天我带来美丽丝的正点三宝 小光你准备好了吗 欢迎美丽丝杨总 欢迎欢迎欢迎 你好小光 这是我们美丽丝的招牌 招牌烤肉串 烤大串 请坐请坐请坐 今天我们这桌子上 就感觉是像来到了一个 那个街边小吃的一个天堂 这都是我们麦丽丝的 主打的几种烤串 是吧 还带来一大碗辣椒面 来我们先来见面酒 欢迎杨总 来做客我们的酒后吐真言 No.1 见面酒 重庆人无酒不欢 开心了要喝酒 不开心了也要喝酒 分享的时候更是少不了酒 当然好酒就得配好菜 小光备上精一堂酒 每位嘉宾也将在节目中 带来一道最喜爱的特色菜 分享菜品背后的美食故事 我再这个 我再尝一会儿 我以为这个会很辣 其实就像杨总说的 更多的其实是鲜香 还有自然的味道 起码来说首先是我们的食材 绝对是真正的味道 而且我们美的 是以自己的中央厨房 所以说我们的产品 绝对是符合国家口味 是标准的 标准来生产制作的 好 杨总认真而又真诚的眼神 哈哈哈哈 让我们这个为麦利斯对品质的坚持 我们要点个赞 那我们接下来也要喝第二杯酒了 人人都有颗八卦的心 所以在真研究的环节 我们将递上三个准备好的信封 嘉宾将选择其中一封 进行毫无保留的回答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知道的问题呢 嘿嘿 我们可是有魅而来哦 来我这边呢有三个信封 您这边抽一封吧 这个可能代表了就是 观众们可能对于 您一些想 特别想了解的一些问题 哦嗯好嗯 那个吧嗯好 来打开看一下 解放碑成章时 那这个解放碑成章时 是指你的成章时 还是麦利斯的成章时 是在解放碑成章起来 因为我80年毕业以后 嗯 我就是在解放碑 就开始摆底摊 那是正中的解放碑 碑下面 碑下面 那个时候还不是做考川 那个时候还不是 因为80年大臣还很少 明白明白 那后来麦利斯 因为我记得没错的话 应该麦利斯应该是在 2000年左右开始 开始慢慢火变整个重庆的 所以麦利斯最开始 会不会也是在解放碑那边 起源的呢 应该是 因为最先我是98年 98年我都在解放碑 好吃家 嗯 搞了一个好吃家 最大的一个餐厅 而且我那个餐厅呢 就叫好吃家大排的 哦 好 那个时候 我是中餐小吃 过 火锅都住的有 哦 就是以前的那个结婚金局啊 啊 好 那个时候啊 我都得开始 好 只是当时那种还没有专业到 那个地来 嗯 好 后来经过这个 经过好吃家大排 我家里总共 在结婚金局里赶到巴林嘛 好 就逐渐逐渐中间 好 才开始对那个小吃 产生了融合的兴趣 好 所以现在 全力以赔的就是做小吃 我觉得很开心 很愉快 很愉快 当然了 因为麦里现在做的这么成功 当然很愉快 但是我特别特别特别感兴趣的是 当时会怎么想到 要去做小吃这个店呢 就是我憧憬的主意烧烤 我完全就是一种地坛 顺存的一种地坛 嗯 脏卵差 嗯 好 我好 当时我都会想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 都提挡升级 嗯 来做了做这个东西 然后把小吃 再回去一点 增加一些小吃 嗯 结果后来 我都 我都重见了这个 那个美丽丝 最后一哈 一瞬间就成了 一盘 嗯 一盘的红 所以就是其实实际到了 天时地的人和都占到了 味道是 味道 传统小吃 永远都是 你味道 为它最大的一个观点点 嗯 很多人呢 他 他 他回祖 他 他也许把那个回祖的 更慈善 嗯 但是也许客人去一次两次没有了 嗯 他不回去了 所以这个味道是到现在目前都是您自己亲自把关吗 还是会有专门的 有专门的 专门的 而且不 而且我也我也要随随地抽策 这个是必须必须点个把关的 嗯 所以我们可以从杨总 或者是麦丽丝的解放杯成长时里面 能够感受到麦丽丝对于重庆这种老味道的一种坚持 尽管它是一个一份小小的小吃 对 可能几块钱的东西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吃到那份真肠和那种重庆的风味 我们也希望麦丽丝可以越走越远 谢谢 谢谢 谢谢杨总 非常感谢 有酒有菜 有美食大咖们的干货分享 看酒后土真言 喝金玉糖酒 本节目由金玉糖酒独家冠名播出 拨打电话或关注微信 告诉我们你最想看到的嘉宾 本期美食大咖分享成功 下期节目我们拭目以待 一心做好烧烤的杨总 一份用诚意做出的小龙虾 想了解更多美食资讯 记得锁定十全十美